位在三星的南洋发电厂 每年的岁末都会主动关怀 乡内的弱势 而今年的冬令送暖活动 特别邀请了20名的独居老人来参观场区 并且享用美味的中餐 在台电人员的陪同下 三星向20多位独居长辈 来到南洋发电厂参观场区 透过亲切又专业的解说 了解场区的运作 也享用美味的午餐 直接感受到南洋发电厂 冬令关怀的温暖 像什么 发电厂参观场区的教练 你觉得电厂这样子来 照顾你们老人家 你觉得他扮得 很好的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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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扮得很 这一个 今天来这里看了怎么 没有啦 艺术不错 很好 参观都不错 以前做小孩 我就认识了很多人 以前我们古龙都在发电厂 做这个工作 不错 有来这里去逛 做小孩的资料 现在还来看看怎么办 都变款变很多 都改了很好 你说电厂 特别有钱 这两个大人来参观 我們來幫你關心,你覺得怎麼樣? 嗯,真的啦 你去看電影 對,有電視 再賣一次過嗎? 這不是吧 廠長李崇義表示,以往電廠大多都捐贈物資 以及金錢給這些獨居長輩 但是缺乏參與感 因此今年特別改變做法 邀請這些獨居長輩來用餐也參觀廠區 由於反應相當熱烈,明年會續辦 因為我們獨居長輩的話 平常比較少受到社會大眾的一個關注 尤其在歲末寒冬的時候 他們越感受到就是需要人家的一個關懷 所以我們電廠的話 特地舉辦這個獨居長輩的一個關懷活動 希望就是說,今天我們的活動能夠帶給他們溫暖 有些人的話以前也都沒有參觀過我們電廠 趁這機會的話也讓他們了解到 我們電廠其實的話是跟他們息息相關的 我們化電的微水 不管是農作物或者是觀光來講的話 都跟地方上是息息相關 蘭陽發電廠除了今天舉辦東令歡懷活動以外 在農曆春節前夕也會帶領這些獨居長輩們 添購新衣採買年貨好過年 讓長者們感受到社會溫暖 宜蘭新聞記者劉耀珍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